HELLO 大家好 我是 Angel 現在呢 我在Hamlet Island Beach Club 還攤住了一個五星酒店裡面的餐廳吃飯 那這邊呢 今天其實我是有特別深情 就是才可以來這邊 因為他通常是接受他們自己的住客 如果你是住在別的酒店的話 他基本上是不接待的 除非你要提早預約 然後看如果他有位置的話 如果他不忙 他就可以接待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的編輯有吃 在我們主牌燈上面 超美的玉霧 然後裡面好像 對 有人在游泳 然後就是在一下午餐 安靜地住在這個遊戲旁邊 然後看到他 就大家很甜就覺得特別有心 然後我們剛剛就點了一個 那個 前菜麵包 我覺得他有點口感好像牛角麵包 他比較紮實 可是又味道很硬 就是滿鬆軟的 然後他有三個dips 就是他說這個是紅椒跟蘑菇醬 這個 然後中間這裡粉紅色是d-trip 那個甜菜根 我還滿喜歡甜菜根醬的 就是以前其實我覺得甜菜根有點噁心 但我後來發現 就是在澳洲 滿多人還滿喜歡吃甜菜根 然後他把它做成這個醬 就甜甜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地瓜 對 我還沒試那個地瓜 然後吃一下 然後旁邊這個應該是 有一點鹽吧 所以粉紅就會味道很多 可以自己吃 然後點了一杯 Mocktail 它就是沒有酒精的調酒 沒有酒精的調飲料 對 然後他們就把Cocktail 改成Mocktail 然後是微調酒 然後我點的是Pina Colada 就是比較熱帶水果的 酸酸甜甜的感覺 有那種Coconut 然後有這個Pie Apple 比較Creamy的口感 就是酸酸甜甜的 在度假就是 真的有在海島度假的那種感覺 的那種飲料 Watermelon and Drainberry Lemonade 就是蔓越莓跟西瓜葡萄的 汽水 然後西瓜 剛剛有架一片西瓜在這邊 但 已經被吃掉了 汽水的味道 然後一點點西瓜香味 就比較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也是蠻清爽的 我們今天點的魅力呢 是煎鮭魚 然後它這個鮭魚啊 它把它平煎得超級酸 就是鹹鹹香香 脆的那種感覺 然後中間的肉質 大概五分熟左右 所以就是它有一點 就是粉硬的 好吃起來就是很 很辣 因為一般煎鮭魚 煎太熟的話 就會變得乾乾柴柴 可是這個就是 都還很適合 然後它包括它的配菜 就感覺都很健康 所以它用橄欖 就是煮一些沙拉 然後還有蔬菜 就是小的花椰菜 蘿蔔 蘿蔔 還有這種 白蘿蔔 可是切片白蘿 那個中間中心是黑色的 然後另外一道菜 是那個 義大利麵 它是一個 翻面的 然後它是紅醬 酸酸甜甜的那種 跟它們蒸起司 拌在一起 然後還加了煙燻 煙燻骨腿 有各式各樣的 比如說它有香菇 還有那種 我覺得很酷的是它加了 那個金針菇 所以我好像還蠻少看到 西餐的義大利麵 加在金針菇 加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這搭配還蠻特別 可是口感吃起來 就是還蠻順的 然後另外就是松子感 讓整個煮菜就變得 變得比較高級一點 就是會午餐炸它的松子香 還有一點口感在裡面 對 然後 它就是整道吃起來也蠻清爽的 而且還蠻適合午餐吃的 吃飯的時候還是要小心海溝 小娘 因為不注意的時候它可能 會把 就是 如果你把食物放得 離你遠一點 它可能會偷偷把你煮上來 不是偷偷的吃 在哈密爾頓島花一個下午 靜靜的坐在海邊 慢慢享用自己的午餐 度過悠閒的一天 它的午餐跟晚餐菜單又不一樣 下次再來去試試它的晚餐菜單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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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